在廣告前,我們在分享或分析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就是烏陷事件可能表面好像不錯 但如果我們細細地分析,可能都有很多問題 其實未看到或未留意到 例如我剛才帶出來的副省委書記朱明閣 最初跟村代表談的朱六點其實硬很多 尤其是第六點說,你有罪,你現在要帶罪立功 你帶罪立不了功,我就可能會再踏你 後來經過南都,滑船很可愛 南方日報的主持有些滑船,他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 幫他們溫和了很多 但後來聽說,那個溫和版的朱五點又經過省政府 又再修訂了,又硬了一點 換言之,都是說,類似我們經常說的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們都是帶罪之身的 這個心態,那個長官意志我們俗稱,其實是沒有變的 其實他們未必沒事的 現在說沒事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擔心的 因為共產黨的本質,我相信就是這樣 這次突然間有些少許轉機,就有些人會很開心 覺得有些人都沒有白死 但是其實我相信,如果我們在這裏說很開心 就是他們個個看著我們,覺得我們很天真 不過我們香港人也都不是那麼天真 就是不是那麼天真 所以我們維權律師關注組 我們就很希望,如果有需要呢 就是那些村民可以找一些維權律師幫他 那些維權律師其實就不是特意要挑戰政府 他是在制度之內,幫那些市民去表達 令到官方可以處理 那其實他們就是,你見到中央政府 就當那些維權律師就好像殺父仇人那樣 你說高智誠也是 是啊,你看到高智誠,你完全沒有人敢樂觀 那你要考慮啊 就是啊 你看到許智永地整班,又想做獨立候選人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現在因為,他不說也說了 就是因為境外勢力,境外媒體的報道 所以他在那裡很生氣 很生氣之餘,其實有些害怕 有些偽的,有些投鼠忌器 你始終香港媒體,他都要人力物力的 他不可能長住在那裡 那你走的時候 你認識呢,你認識,一定要留在那裡 你認識,一定要留在那裡 你認識,要認識,要認識 就是呢,其實不是留在那裡 要保持聯絡 要保持聯絡 而是一個新聞來的嘛 所以你電視台 但是尤清源,你也知道 現在很多電視,或者很多媒體 是很自我審查的 你放心,是不會的 我希望不會的 就是呢 但是資源問題 是真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大新聞 所以我希望現在又好 其他就不要撤退 那問題 他可能半年後才修理你 你不要留下半年 那當然是 但是一有事,就去回 他有事,這次封村 你要那個先人未死 這次真的封到村 未消失 又叫他先人 即是裡面那些村民 今次姓林的那家人 那些其他重要的代表 和香港紀錄可以保持到聯絡 那你才知道呢 究竟他們有沒有被人清算 不是啊,你看他的動作 過千個武警 就進來圍你 然後又斷水、斷糧 斷什麼 斷電 什麼都斷 其實你看到他最初是想 堅逼清野 餓死你那些人 或者是與世隔絕 當你疫區那樣 你那些人是鼠疫 全部死了 那就算了 其實很恐怖的 當然了 如果我們不是在 有媒體這樣報導 將事情發大 可能真的死了 你都不知道 難聽你說 那怎麼辦 不奇怪 所以這件事 絕對未解決 我覺得是 希望關心那些人 我們維權律師關注組 我們一定會很關心 我相信支聯會 他們都是想著 星期日都會搞遊行 示威 表示香港人的關心 這些事 如果他有一個好的結果 對於全中國的發展 是有好處 可能就是 北京就是害怕 但是這個是好的 你這麼尊重人民 那他的村子 但是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現在十八大 現在十八大 所以就是一切和諧 現在的影響就是汪洋 因為汪洋基本上 你可不可以做到政治局常委 看你的所謂的懷入手法 但是我坦白說 我覺得這件事不會這麼簡單 很容易三招兩天解決 你現在帶出一個問題 烏陷反而可能搞得好 海門怎麼搞呢 海門難搞 你難搞 大海 錦濤 諸如此類的 要找那些級數來處理 不過老實說 如果你海門搞到真是 一發不可收拾 未必說好像這個 六四北京屠城那樣 但是如果你搞到很流血 那這個就一定是國際新聞 那我不理你十八大十九大 都幾棘手 你那時候真是很大件事 那個處理手法 大家看到 阿英姐你剛才都講過 真的有不同的 他很快已經出動 就是催淚彈 很快去做這些事 那個姿態是高很多的 是啊 但是他只是給了警告 他現在似乎 你用催淚彈的話 好像是現代文明了 是 然後你這班人 但是姿態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亂搞事 我真的抓你 我真的抓你 抓人封艇的 有些已經抓了 有些學生 抓了要放人 那問題就是 你很明顯看到 那個重視程度是有些不同的 也都未必是真的好像 像烏陷一樣 烏陷始終是牽涉到 一些可能是 一些地產霸權 的小小事情 地方性的地產霸權 這樣呢 我賠錢給你 或者加一些給你 分一些給你 可能容易搞 是啊 這個是人民幣解決的問題 你剛才帶出來 又牽涉到能源問題 是 又牽涉到中央權力鬥爭問題 又牽涉到太子黨 又牽涉到整個能源政策的發展 因為假如你海門搞得定的話 那全中國各地 你都有發電廠 你都有煤炭那些污染 那類的污染問題 是重大件事 是啊 是啊 所以那裡其實是一個 更棘手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覺得 拆不拆得定 我覺得很難拆得定 因為你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 就算你是 這次烏陷搞定了 不代表是 全中國其他省市 處理土地糾紛 還有賠償問題的時候 都絕對願意用這個模式 就是 它只能夠有它的偶然性 但是未必會成為 一個真正的典範 但是我們都是 呼籲中央政府 那些官員 都要理性些去處理那些事 那你剛才讀《人民日報》那篇 可能寫得太早 可能寫完 不包括海門 就是問題是 他們最喜歡就是 今天之外 打到昨天之外 寫完出來 明天又整個海門 有一篇又說 殺得少 應該要鎮壓 因為它講明 張鐵那篇文講明 針對著基層政府 這個是我下級單位 你現在背後下級單位 始終都是聽我說的 而這件事 你不要忘記 在國內很難解決 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 你下級所做出來的 各種經濟成就 你上級都必然韜光 亦都成為上級的正職工程 所以他們大家之間 你下面做得很好看 大家就一起升官發財 如果你下面有什麼 冬瓜豆腐的時候 我要想辦法 和你保持距離 然後維護我自己 必然就要犧牲你 我怕今次烏陷事件 就是一種這樣的例子 但是不會恆常發生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做高層 當然我每次都 要犧牲我的下屬 以後還幫我 誰搞好我的政績 黃志偉 卿姐 我不知道你怎麼提 他講了一個很嚴肅 但是都很唏噓的問題 其實跟選舉都是一樣的 你很原始的那些 就被你搞下 你很高層就不被你搞的了 這個是一樣的 你有什麼騷亂小問題 在地方性的那些 他就可能很開城布公 慢慢跟你拆 反正死就是 招麻綠豆 九品芝麻官 那些是雙規 一年雙規 一百幾十個 沒什麼所謂 通常很快就放回了 如此類 如此類推 你受一受 那就沒事了 那類 你看到 其實又開始冷靜半節了 原來《人民日報》那篇 評論員文章 只不過是談花意的 是的 所以真的中國 你說它的發展 叫人家去樂觀點去看 有好一面 就是很難 你如果天天在電視上 看見他放催淚彈 這個又哭哭哭 這樣 其實你對於國家的面子 最近外國不是有一篇很厲害的 說中國人怎樣關心我面子 有些人說拍爛手掌 如果你經常有這樣的鏡頭出去 你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我不管胡錦濤也好 翌日習近平也好 做國家主席 所以我們一定要給個信息中央政府 你一定要尊重人民的意願 你整天就掛著自己的荷包總將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的資料 保守估計每年都過了十萬宗 這一類的維權運動 群眾的維權運動 如果拉雲365天 一天是三百宗 一天三百宗 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怎樣收貨 大家怎麼看 如果還有小時間 大家可以各書幾件 基本上 整天都離不開幾個問題 就是為了加強群眾監督 大家都知道 指紋雷聲響 是黨法股 我們維權導師關注組 希望中國真的有法治 你想吸引外資來投資 他們都想有法治 有一個自由的表達空間 但問題是法能否比黨大 那就不是法治 如果你說黨比法大 就不是法治 如果真正有法治 就是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公平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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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有一個獨立的法院 獨立的法院 還有一個獨立的法律界 就是各方面 時間關係 我想都唯有 希望平安夜大家平平安安 多謝大家收看 亦都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個星期三 就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今天多謝兩位 多謝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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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